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职业生涯,出道于马次的科怀莱昂纳德,在盛城初期,基本上是被定义为一名普通的三级球员,但随着自身的不断努力,加强原本雷若的投射技能,生涯首个赛季,他场军阀球命中率,仅为77.3%,但此后的长达, 8个赛季,罚球命中率,再也没有低于过,80%以下,莱昂纳德在15-16赛季,终于迎来爆发,这一年他场军得到,21.2分,6.8篮板2.6,助攻1.7抢断,成为最佳防守球员的同时,也成功入选了,该年度最佳阵容一阵,之后一年,他的表现,再度迎来紧喷的爆发,个人数据升至,加盟马次以来新高的,25.5分, 5.8篮板3.5助攻,并再度容应,最佳一阵的殊荣,但后来莱昂纳德,因为自己的伤病问题,和马次管理层,出现纠纷,最终双方,闹得不欢而散,他也在18-19赛季,转头猛容,来到多伦多,莱昂纳德又一次,向世人展现了,自己攻防两端的恐怖性, 场均26.6分,7.3篮板3.3,助攻1.7抢断,在他的强势,发挥之下,猛龙不仅没有,在离开德罗赞之后堕落,反倒是杀入了,梦寐以求的总决赛,最终成功捧得队使,首座总冠军奖舞杯,而莱昂纳德,也是G13-14赛季,在马次之后,再度容应,FMVP奖项, 虽说所拥,两座FMVP奖项,但纵观,常规赛MVP奖项,小卡还颗粒无收,上赛季在加盟快船,和之前一个赛季于猛龙,卡都被字母哥,给抢了封口,不过本赛季,场均拿下,26分5.8篮板,5.1助攻的小卡,估计真的有机会,去争夺这座,常规赛MVP奖杯了,目前快船另外一名球星保罗乔治,因为找指的奇怪, 伤病问题归期未定,很有可能赛季报销,原本双合作战的快船,如今的攻防重任,就落在了,莱昂纳德一人身上,虽说前段时间,他也遭遇一定的手感低迷,不过经过自身调整,莱昂纳德,也在近期,找回状态,在今天快船,以119,比112,战胜森林郎的比赛中,小卡一决之前的颓势,25投13中,狂砍赛季新高的, 36分,外带8篮板,5助攻2抢断一盖帽,填满了,自己的数据篮,另外加25的正副值,也是冠绝全队守卫,在今天,拿下森林郎之后,快船也结束了,自己的两年半,目前快船,以18胜8负的战绩,暂居西部第三,距离第二和胡仁,仅两个胜差,即便是第一的绝世, 也不过,只有三场而已,如果在乔治,无法回归的情况下,莱昂纳德可以继续,这样的强势表现,那么他将很有机会,去争夺自己职业生涯的,首座常规赛MVP奖杯 至于他本赛季的,潜在竞争对手,估计也只有杜兰特、字姆哥,和詹姆斯三人而已 前两位球队战绩,并非特别出色,加之个人状态,也不算稳定,杜兰特刚刚商与不出 最近又被合理,字姆哥更是多场比赛,因为投射不加而拉框 也就是说,小卡只要能够,将詹姆斯压制住,自己的常规赛MVP应该就稳了 当然保持个人,表现经验的同时,他还是需要带领球队,稳住西部前二的席位 才有可能,在MVP评选中,稳固自己的位置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